下重手的毒銷 它誓言要讓它們消失在地球 我要跟各位來講 這一起重案不是只有一個重案 它背後已經變成了 中美貿易戰的延伸戰場 倒不是因為這些都是美國籍 而且背後居然有這麼一條 暗黑的產業鏈 對 句話 如果說多比存亡在 是中美貿易戰的延伸 這格局是不是也放得太大了 我告訴你 沒有 這絕對不是媒體輿論亂講 因為是美國認證 美國認證喔 大家看這個循環圖 來 先說為何是美國認證 美國的聯邦企讀署 DEA 他就出來講 剛剛我們講不是毒銷嗎 殺來殺去嗎 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毒銷它已經轉型了 它們在做芬泰尼 好 那 這個芬泰尼就是一種止痛藥 它比毒品更毒 那結果DEA出來講 它說這些芬泰尼的貨 大陸人工貨 墨西哥人加工 美國人喪至死 去香港 看一下看板這個供需鏈 誰在最上面 誰在最上面 大陸啊 所以美國聯邦企讀署 見識你中國大陸 你們這些不法提供芬泰尼的不法分子 還有這一隻 閉一隻眼的 你就是我們美國認證的共同敵人 是 好了 那現在大家知道了 中美貿易在延伸這個毒品存亡站 那到底這些東西是誰在做 美國最痛恨的這個毒銷 大家還記得嗎 請賊要請王 古茲曼 我好像矮子他還記得嗎 我知道大陸說他不是兩度逃獄先 要被關了嗎 關嘛 沒有 紐約紐約監獄嘛 他有個兒子啊 被稱為毒霄太子 奧維迪奧 奧維迪奧現在還在外面正活躍啦 好 我告訴你啊 當時他們父子兩人呢 都是靠著這個敵國 這個毒品帝國 成為世界最大毒銷 然後他現在轉型 轉型做什麼呢 就做剛剛美國認證的 我們講的這個新鴉片戰爭 好 分泰尼 分泰尼關樂有好奇什麼東西 分泰尼就是我們說的 鴉片類的止痛藥 他的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 巴菲的100倍 對 只要2毫克 紀讀書說了 2毫克就可以致命 但恐怖的是 古茲曼被關了 坦白講還真是小事 他兒子才是大事 他兒子在下面現在拼 毒品轉型 毒品我不賣了 既然海洛因 骨科簡大麻術大招風 你們美國抓又抓 我現在不拼你美國人上不上癮了 我拼你美國人就是要狂止 痛 我就賣分泰尼 分泰尼未藥 結果企圖主發現一個可怕的事 他兒子超狠的 這4分就投入在我們講的 未分泰尼藥 就是分泰尼藥 他竟然有1 4分之1 是超過2毫克可以致命的 大家看一下 美國一年有7萬人死在分泰尼手上 難怪川普氣不補 然後剛剛講到這些這麼恐怖的數字 大家發現川普為什麼在前陣子的中美貿易戰 直接劍指大陸的領導高層說 好好管管你的分泰尼啊 所以我們看到了諾西哥現在可怕的不是艾茲 而是艾茲的兒子 因為他轉型不苦苛解 他開始轉賣 假的分泰尼 去奪走了美國人的命 我們要來講 勤賊要勤王 對 今天 艾茲的兒子可以呼風唤雨 背後不能沒有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你看這張臉 這不是東方人嗎 怎麼不是諾西哥人的臉孔呢 這就是他的最有名的絕命毒師 是 這位絕命毒師正是我們講的 古茲曼父子他們背後的華裔毒王 華裔毒王 他叫什麼 葉真理 哇 毒王又葉真理 又是他們背後的keyman 想必他可能也來自毒銷世家囉 黑幫大哥世家囉 沒有 他什麼底大 剛好相反 他就是一個小小名不見經傳的藥廠藥物 這長得很斯文 又斯文像學者 又像上市公司的老闆 但他怎麼變成這樣的keyman呢 又怎麼成為古茲曼後面最大的毒品原料供 或者話說畫面都看到的葉真理 就是當時他被捕的畫面 但他怎麼發跡的 他怎麼變成毒王 是當初在1997年 他被派駐到了這個墨西哥 然後呢 他其實是提供了中國大陸跟印度這邊的 胃麻黃鹼的原料 做什麼 藥廠麻 做感冒藥 但是呢 他賊得很啊 他發現過這感冒藥的類麻麻鹼 也可以做成冰毒 就是那綿糖尿 藥跟毒這一線鹼 他發現這一線之前 我只要跨過去 我就發大財 我跨回來 我就小業務 所以他決定呢 他就把這個類麻黃鹼進口的管道 俱為僅有業務藥廠 藥廠業務 我幹了 自己成立公司 1997年他成立公司 對 成立公司之後呢 他就開始找了誰 這個人 找了這個人 找了矮子 對 找了矮子 骨子們 然後呢 跟他講 跟他講 一起來制毒嗎 不 他還是很聰明 他心裡想 我要是掌握了這個上頭 類麻黃鹼製成冰毒的原料 我其實我就稱謊稱霸了 可是我自己制毒品 我不是會被墨西克的那些 其他毒小們 看看剛剛那個酒 也是怎麼死吧 我才不要咧 我就只供貨 你們去做 好啦 結果呢 古茲曼就接收他的這些 所有的管道就開始做 你知道嗎 他1997年成立公司 他一年 就短短一年 他進了100噸的冰毒原料 類麻黃什麼意思 100噸 這100噸 可以做成41噸的冰毒 就是安菲他命 41噸的冰毒 在現在以台灣 安菲他命一公克 3000塊的黑市價格來算 是1230億台幣 一年而已 一年 就在一年的量 對 好啦 結果呢 1997年 他成立了 呼風喚雨了 成為背後的keyman 在2007年 他被抓了 畫面一段說 剛剛是不是看到他被抓 是 但是 當美國聯邦企努署 跟FBI官員 去抓他 在他家裡頭要抓他的時候 嚇到了 一進去他家發現 你家怎麼真是滿滿黃金屋 但是這個金子的是美金 畫這個畫面 這是他家的房間啊 記一下 這令美國企毒署聯邦幹員傻眼的事 他的美金加起來有2億多折 台幣62億 每一捆都是千元大鈔 這些重量加起來 鈔票的重量 我摸到柔 這樣多少 300公斤 企毒人 數到手軟 62億 放家裡 誇張了對不對 還沒 走出屋外 到他家的庭院 美國企毒 數的人 差點要逃命 為什麼 被野獸追 什麼意思 他家養了八隻 在電影當中 你才看得到 毒蕭會養的真情夢獸 沒有 電影沒誇張 他真養了 要講什麼八隻 他養獅子 老虎 老虎還不要養一般的 我要養連動物園 都不一定看到的 白老虎 還有黑豹 好啦 你看到了62億鈔票 你看到了真情夢獸 還沒 接下來他們發現 報告上官 他家有槍 結果呢 槍也拿出來 防身的嗎 自衛的嗎 防止黑幫火兵殺他的 那不稀罕啊 牛鄉里有槍 那把槍是純金打造的 還好幾把 然後子彈起出來 也全部都要用黃金做成的子彈 沒有一個槍支有激發使用過 擺在家裡看爽的 對 我就是要看爽的 不過隨著他現在的落網 以及 美國發現毒品 已經變成芬太尼 我們講的毒消止痛藥的泛濫 恨行 他的落網 真的就能遏止芬太尼 現在的泛濫 有請您 一起加入 然後 谢谢大家